可以啊 早晨9點以前做這個動作 養胃 9點以前 大拇指跟 食指的 香蔥做108 如果108不管用的話 就是做三組 三個108 就是324 但你把它分成三段來做 這個都有意義的 都有磨力的 它是道家的規矩 可以三口 9點以前 時間很重要 早晨的 從5點開始 5點到9點 這4個小時都管用 都是養胃的最好的時段 那怎麼樣養胃呢 應該要吃 合適的食物不要亂吃東西 所謂亂吃東西是說 早餐不應該吃麵食 早餐應該吃米食 是比較好的啊 早餐絕對不要吃 豬肉 有人早餐不吃豬肉啊 但吃肉鬆啊 他們那個成大醫院有做過統計 肉鬆魚鬆 經過高溫處理的動物蛋白 是造成大腸癌的首選食物 最好的食物 如果你喜歡得大腸癌的話 所以就不要吃嘛 但是很難啊 我們吃三明治早餐裡面有 肉鬆魚鬆 我們吃的那個 飯糰裡面也有 其實這個都要小心 早餐最好是吃米食 不要吃麵食 不吃飯就更糟糕了 包括麵包 包括麵包 包括包子 包括燒餅這條 所有的小麥粉的食物 全部不適合人類食用 吃可以啊 吃了會雞腰啊 你吃了可以不肚子餓 但是你要用生命付代價 那個太沉重了 我們不需要付那種代價 如果你要身心健康 就從早餐做起 吃合適的早餐 按照個人的血型來吃 比方說 A型 比方說A型絕對不能吃牛奶啊 牛奶只有B型可以喝啊 大家都說黃豆多好多好啊 第一個 B型的人不能吃黃豆啊 豆製品都不能吃啊 早餐你如果喝豆漿 那就糟糕了 吃錯了 吃錯的結果 你的胃就會越吃越弱 胃弱呢 你全身就弱 越吃越糟 什麼病都會可能發生 那吃錯食物的影響 下午吃可以嗎 下午吃傷害比較輕 早餐是最重要的 9點以前的早餐 一定要吃適合你的血型的 比方說燕麥 燕麥大家都吃得很好啊 抗膽固醇啊 但是O型人不適合吃燕麥 你非吃不可的嘛 請你晚上吃嘛 下午吃嘛 你不要早晨來吃燕麥 來傷害自己 諸如此類 這種嘗試 可以多聽聽 可以自己做體會 如果你覺得你的胃很好 那就不要理它 如果你覺得你需要養胃了 那就要考慮這個幫助 那就乾脆把ABO 有啊 這種書資料很多啊 大家可以去查 網路上都有啊 你要吃正確的食物 掌握生理時鐘 古人不講生理時鐘 古人是說 子午留住 那個還有很重要的參考作用 同樣的 大拇指跟食指的相沖 如果在早晨9點到11點 那就是補皮障了 什麼人需要補皮障呢 太胖的人啊 太瘦的人啊 都需要補皮障啊 脾氣不好的人啊 這個 像林黛玉一樣啊 這個負面思想多的人啊 都需要補皮障 脾經的時間 ση sen 脾氣走皮 脾氣 脾氣走皮 脾氣的時間 上午9點到11點 大拇指是皮上 十指是通位 所以 你做這個動作的話 脾氣多管 就看你什麼時程來用 就有不同的意義 還有問題嗎 大拇指是皮還是餅 大拇指硬皮脾 底下,彼土,食指硬肺筋 说是肺筋,跟肺筋没有关系 说是肺筋,它是跟首阳明大肠经 跟足阳明卫筋直接相通的 所以五行跟六七是两个系统 五行是虚拟的,是假的 真相是六七 六七就是六星啊 所以圣经上说,上帝创造天地只用六天 就在讲这个东西 佛陀讲六道轮回,就在讲这个东西 他们用辟喻的方式来讲科学 那我们的老祖宗比较更精准 他不讲辟喻,他直接讲 这个东西就是生长变化周长 就是村生下长,秋收通常 所以中国人掌握了生命科学 最根本,最原始,最精确的资讯 就在我们的手上,就在我们家里的书中 问题是,老师没有告诉你,你就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老师没有示范给你听,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是命态,没办法 我年轻的时候碰到好多老师啊 那他以后跟他讲啊 他跟我讲,我就信以为真啊 我就傻傻地去研究啊 结果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证明 老祖宗讲的,没有错 大道至简 真正的真理 是绝对的精简 绝对的简单的 如果不简单 那就不是大道哦 那是演化,演绎 因为我们程度不够 所以师父希望让我们更清楚 他讲了很多的庇域 但是指月亮的手,跟月亮是没有关系的 他越讲那个手,你就越搞不清楚月亮在哪里 还有问题吗 小指代表干 哦,继续讲 中指代表干 无名指代表心 小指代表肾 中指代表肾 中指是干 养肝你就揉中指 补肾你就揉小指 强心你就揉无名指 就这么简单啊 五脏都在你手上 都可以啊 比方说我用拉筋的 这个方式 用食指朝天,双手一起做 这个是补气的 补肺的 补胃跟大肠的 如果心脏无力的时候 就是用无名指 拉筋 强心的 所以要钱吗 不用钱啊 补肾 当然有时段 下午一点到五点 小指拉筋 补肾最好 养肝就是 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中指拉筋 你这样推出来 有没有感觉 指头向天 有没有麻麻脏脏的 这个就是气感啊 但是还是有人说没有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得到 那最敏感的是食指 我们来恢复食指 用食指来拉筋 朝天 有没有 麻麻的 脏脏的 酸酸的 甚至那个感觉 你可以放它 你可以放任它 让它扩张 影响全身 这就是自我补 补气啊 因为两个手一直拉 对啊对啊 应该是两个手一起拉的 因为我在拿麦克风啊 我没有那么多手啊 所以我只能用一个手来表演 这个就是拉筋 拉筋补气 如果你再配合十层 效果就增加了 这个十层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啊 现在药理学的研究发现 可以强化 如果你时间不对的话呢 药效只有三分之一 如果时间对的话呢 那个药效就变成了百分之百 所以这种动作也是一样 如果你配合十层来做的话 老师这边再讲一遍 拇指是几点到十点 拇指上午的 九点到十一点 补皮肚 食指 上午的五点到九点 补肺 也就是胃跟大肠啊 中指 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补肝 三点 这个 无名指 它有两个时段 首选是 有时 有时 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第二个选择的时间呢 五时 五时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这是强心的 这是强心的 补肾的话呢 就是用小指 在下午一点到五点 强心 不是 补肾 所以这都不需要用药 这个都是 直接运用这个 宇宙的能量 太阳的能量 甚至我们地磁的能量 直接转化 带动我们全身的功能作用 直接来补育我们 所以制定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刘老师 还有蚊子 还在外面 乘凉 刘老师呢 谈笑风生 四两拨千金 无形当中呢 其实也交会